第十二届市议员就职继政副议长选举即将在25号登场 由于这一届台北市长的选举结果是由五党籍的柯文哲当选 因此不少市议员喊出议长的诞生必须要能够跨越蓝绿运作 不过也因为这次议员的蓝绿席次为28比27席 因此民进党议员希望能够拉拢更多席次 让台北市的地方事务能够顺利推动 以往被大家公认为青绿派的台联党籍议员陈建民 17号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宣布参选12届的议长 陈建民议员认为既然本届的市长由五党籍的柯文哲当选 议会的运作模式更该超越党派 因此决定角逐议长宝座 我们在这一次台北市议会议长副议长的选举 陈建民将把选票投给自己 正式成为台北市议会第12届议长候选人 陈建民公开表示要将自己的一票投给自己 这让已经从民进党出现将要竞选议长宝座的刘耀仁 感到错愕 不过认为距离25号还有7天的时间 一切都还有商量的余地 陈建民议员的这一票无论是投给吴碧座议长或是投给他自己 对我们而言结果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绿营硬生生的少了一票 台联党和民进党是台湾公认最本土的政党 也是兄弟党 我相信兄弟同心其力断金 我们两党一定可以一起携手合作 去一起为台北市民谋最大的福利 由于本届台北市议员席次的蓝绿比为28比27 因此民进党籍积极寻求国民党以外的议员支持 就算是亲民党也好 无党籍也好 就怕差了这一票 让未来的议会运作更填贬数 中佳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